前这位小姐姐本想出售儿童玩具 结果禁令无数大学生怦然心动 刚开始小姐姐正在介绍自家的儿童摩托车 本以为会受到小学生的欢迎 结果评论区全是同心为敏的大学生 试问谁能拒绝骑一辆这么酷的摩托车去大学食堂买饭 在大学骑这个去上早课那不可拉风极了 这个很适合我这种300个月的宝宝 果然幼稚的人一直都是同一批 刚开始本以为这只是个简单的手表贴纸 可当手表亮了的那一刻我承认我的眼睛也跟着亮了 只需要给大学生一辆儿童摇摇车 那么他就能化身车神围着学校骑一整天 再给他一个小平板 他就能化身为赛博厨师挽起颠勺 果然大学生除了学习以外什么都要插一脚 即使如今已经长大了 他们的心中也依旧还相信着光 如果你想要吸引大学生在食堂吃饭 只需要在大屏幕放上童年动画片 不得不说学校是懂得拿捏大学生的 而这些操作也告诉了我们大龄儿童也是儿童 然而就是这样的大学生 在小孩子的眼中却是 大学生回家很奇怪 分担家务 大学生每天都看书 看很多书 当大学生挽起产土机 他可以在原地产一天的土 当球场被水淹没的那一刻 这场地就已经成为了大学生玩水的乐园 原来大学生的快乐真的就是这么的简单